我是战主李玉秀 今天热什么 女顾客在快要打样的时候 光顾服装店 男店员怒骂死肥婆 那这则影片相信是在昨天晚上发生的 一名女顾客和她的朋友 在快要关店的时间走进服装店 试穿了十多件的晚礼服 那可能那个男店员 她也着急着想要下班了吧 就在女生试好衣服走出来的时候 低声地骂了一句死肥婆 那没想到这句话就被女顾客给听见了 双方起冲突互相推撞 男店员最后还拍掉正在录影的手机 那这则48秒长的影片当中 女顾客的朋友其实也知道电话要关了 她也劝女顾客赶快做决定 那另一方面 男店员也不应该出言批评顾客的样貌 那有网友就说其实双方都有错 如果能够互相尊重跟体谅的话 或许就不会发生冲突了 她换 她换